鞍蠢究竟有多惨 一年寿命 产300多枚蛋 它们最后都去哪了 鞍蠢这种不起眼的鸟类 却受到养殖户的大力推崇 据说 鞍蠢的生长周期很短 仅仅十来天就能赚钱了 可见饲养鞍蠢投资多小 回报多大 鞍蠢不仅能产蛋 它们的肉质也含有很多营养 别看它们体长仅为20厘米左右 但它的滋补长度比得过一只老母鸡 所以鞍蠢早早就被端上食客的餐桌了 随着人们大肆地捕杀鞍蠢 从1973年起 野生鞍蠢纷纷消失 数量急速下降 为了填补市场空缺 鞍蠢养殖业兴起 对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件好事 但对鞍蠢来说 这命也太苦了 谁能想到 一种鸟类刚刚出生40天 两个月不到就得开始产蛋了 而且一产就是10个多月 本来想着产完之后就能轻松一点 但产不动的蛋的鞍蠢 最后都被端上餐桌了 说得不说 最早下蛋的鸡 那也是100天之后的事情 而大白鹅更是得等到300天之后 才会下蛋 所以养鞍蠢的人越来越多 这不仅让人好奇 鞍蠢养殖业究竟有多暴利 居然吸引了这么多人投入其中 咱们先来看看成本 鞍蠢幼鸟孵化一个月后 养殖户就能将它们买回家 然后再养个十多天 就能赚到第一笔鞍蠢蛋钱 这时候鞍蠢价格不贵 一只差不多是三到四块钱 也就是说养殖户买一万只 也就投入三四万这样 乍一看 这可比养鸡养鸭投入少多了 鸡鸭还得包山头 包池塘 而鞍蠢体型小 养殖户就不用花太多钱包场地了 有些人为了节约空间 将鞍蠢 关在十分逼色的铁笼里滋养 可怜的鞍蠢 在坚固的笼子里 没有活动空间 难以伸展自己的躯体 只能日复一日产蛋 直到生命终结 当然 想赚钱的养殖户 并不关心鞍蠢的活动问题 他们只在意鞍蠢产下的蛋 能卖多少钱 然而 鞍蠢长期处于恶劣环境 导致他们身体变得很差 由于没有空间运动 产蛋频率过高 不少鞍蠢在饲养过程中 患上各种各样的疾病 当然 养殖户为了节约成本 没太多时间去关心照料 最多是往饲料里放点药 能活下来的鞍蠢就继续产蛋 死掉的就捡出来扔掉 或者卖给化肥厂 另外得说一下 野生鞍蠢的寿命 一般情况下是两到三年 如果人们把它当宠养的话 鞍蠢活到四年也是没问题的 但养殖场里的鞍蠢 几乎都活不到一年 因为十个月之后 它们产的能力迅速下降 养殖户健壮 便会把这部分鞍蠢送到屠宰场 而它们的尸体 要不就是进了工厂 变成猫粮 狗粮里的一员 要不就是被送到餐厅 变成人们喜爱的美食 鞍蠢短暂的一生 从产蛋开始到屠宰结束 它们一年得产 三百多枚蛋 活得比采命的蜜蜂还辛苦 看到这里 可能会有朋友想问 那养鞍蠢是不是很赚钱 其实还是那句老话 头子有风险 入行需谨慎 别看鞍蠢40多天就能产蛋 但鞍蠢蛋赚的是毛利 养的越多赚的才多 不过鞍蠢天生胆小 容易应激 而且它们也容易生病 一病就能死一大片 要是养殖户粗心 那很有可能血本无归 然而虽然养鞍蠢不容易 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试一试 不得不说 如果养殖户对鞍蠢稍微有爱一点 给点活动空间 保证它们能走动走动 也不至于边养边死一大批 对此大家怎么看 欢迎一起来唠唠